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光圣地 但现在县府最担心的就是游客量 因为桥面限制承载只能100人 像这样的画面让桥梁安全 暗藏危机 要说到桥啊 台湾高山河谷地形多 从北到南就有28000多座桥梁 但平均桥林至少都有20年了 加上极端气候的频率越来越高 这些老旧桥梁的安全同样面临挑战 过去十年来 在台风洪水期间被冲断的桥梁 大大小小加起来 数量就多达150座 更严重的是造成人命的损失 过去观测桥梁安全只能仰赖水位剂与流速剂 但却却不足以判断桥梁安全 必须要更精准的工具来判断 于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完成了两套独步全球的桥梁预警系统 一种是装在桥蹲下 能够防水防冲撞的感测晶片 这一套断桥预警系统还能够连接云端防灾互联网 透过云端监控 什么时机要封桥 不用再靠人力目测或是测量了 还能提早六小时对围桥做出封桥的预警 另一种是装在桥面上 可以测量细微压力变化的光纤监测系统 一旦发生异状 系统可以透过云端发出预警 两套预警装置相辅相成 为台湾桥梁安全与河床地形改变 提供更完善的资料与把关 不过目前装上断桥预警系统的桥梁只有四座 但全国超过四十年以上或是新建年龄不详的桥梁 就有九千四百座 在公共安全与经济成本效益考量下 桥梁还必须加快检测与开发新的技术 守护更多用路人的安全 暴涨的着水溪和民族大桥的桥面只差了两公尺 眼见桥梁快要承受不住巨大水压 警销人员赶紧在桥的两端架设路障风桥 高度或倾斜 这个在洪水的时候 人力巡视不太容易地看得出来 肉眼的判别有误差 因为台风好雨时 混浊的溪水下很多危机看不见 桥梁的现场碰到的问题是河床的大湖太高 甚至有些桥梁已经接近离被土石流或被洪水淹没 危机四浦的桥梁以往依赖三种监测仪器把关 摄影机就可以在台风天的时候来看说我们的水有多大 是利用雷达坡的反应 就可以知道它的水位高度到底是多少 它是利用深坡 然后来反射水面的这个流速反应 这是台湾原有的桥梁监测系统 但仍有安全的死角 清水暴涨 后宫大桥的河床被掏空 桥墩先塌陷 桥面婴儿断成两截 三辆汽车坠入大甲溪 诱人罹难 当初就是靠我们的水位 水位计来看说这个水位到底涨到多高 那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真正下面的冲刷身是到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以前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忙点 只监测水位高度不足以作为桥梁安全的全盘考量 湍急溪水里的桥墩才最容易受伤害 石头的力量都非常的大 在洪水吸引过程中 它也会撞击这些桥墩 过去十年来 台湾有150座桥梁在台风洪水期间被冲断 大多是桥墩先被巨石和漂流木击重损坏 政府防灾单位继取教训投入研究 这也是中沙大桥底下的河床 透过镜头您可以看到 这边的桥梁基桩裸露出一公尺 到了台风天可能会冲刷更严重 因此国研院在这里装设了感测晶片 这个新型的感测晶片它是可以来量测水流的作用力 感测晶片封装在钢球里 依照河床地形安装在桥墩装帽上方或下方 每隔50公分装一个 10公尺的范围内就有20个感测晶片 但这些高科技的晶片 要如何躲过溪水暴涨时的石块冲击 我们的感测晶片就装在这个钢筋笼里面 那当大石头大水来的时候 大石头装到我们的钢筋笼 我们这个感测晶片是可以受到这个保护的 那小石头呢 它虽然可以通过这个间距 可是里面我们有钢球 一样可以保护我们的感测系统 这样一组的钢球感测晶片 成本不过两三万 虽然低成本 不过却是高科技的设计 任何水流的细微变化 都可以立刻感测得到 甚至记者手轻轻一摸 云端系统立刻接收 这是我们无线传输系统 那所有的资料就可以传送到 我们的国网中心那边的云端 来及时的运算 及时的显示 我们的桥梁它的冲刷状况 这一套独步全球的断桥预警系统 能够在桥梁发生断桥危机前六个小时 发出预警通知 目前左水溪从上游的明竹 中游的中沙 到下游的自强大桥 都有预警系统把关 当这样模式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把它移到 所有这些经验 移到其他的流域来做 在动辄百年豪雨的异常天候下 需要装设预警系统的桥梁数量 大幅提高 但有的断桥意外 并非在台风豪雨当时 好雨停了 溪水退了 高坪大桥却在台风过后的第四天 发生断桥意外 这个桥面临的两种病 一种是水利的冲刷的病 另外一种是耐症能力不足 跟承载能力不足的病化症 桥梁塌陷前 其实会先出现异常的压力变化 当20多吨的大货车 驶上大直桥 光纤监测荧幕显示 桥面下陷了0.8公分 这是国研院研发的光纤监测系统 能监测桥面轻微晃动的数值 靠的是在桥的两端 安装的光纤感测器 假如说这是一个桥面 当这个桥面发生 纯线或倾斜的时候 会一边高一边低 这个时候水就会由高处流向低处 那在这上面感测的光纤 就会感受到水的增加或减少 那光纤的力量就改变了 监测系统中的浮筒 上面有一条光纤 随着浮筒高度变化 光纤内的压力跟着改变 光纤的主要材料是石英 造价非常便宜 不过别小看这个 跟头发一样粗细的东西 它不只是网路传输的力气 也应用到目前的公共安全监测上 监测桥梁的光纤 其中一节是光炸 里面有几个夹缝平面 当被拉开时 夹缝的间距变大 进入的光纤因为间距改变 呈现不同的测量数值 我们实地来验证 轻轻拉扯光纤 电脑判读的光波长数值 就会变大 力量越大 向右飘移量也越大 光纤监测的敏感度高 见为支柱 一旦深测到桥面的细微异常 就能提早应变 如果观测的值超过 规定的 法规规定的这个容许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赶紧的 封锁桥梁 光纤监测系统 不只可以应用到 桥梁高架桥 还可以装在高铁的桥墩上 甚至连道路的边坡 也可以架设光纤 测量它的下限程度 这起意外后 光纤监测技术 就被应用到边坡 和隧道的安全监测上 假如说这里要开挖隧道 在这里要建造建筑物 那就很可能会影响到 高铁桥柱的安全 那这套监测系统 就可以安装在桥梁上 监测桥梁是否有异常的 下限倾斜 断桥意外接二连三 为了减少人命伤亡 预警科技因而不断进步 但台湾绝大多数桥梁 还没有装设监测系统 一旦台风好雨 仍是天灾难防 老旧桥梁随着年代的演进 桥梁的安全 耐震系数和防洪高度 都已经不符合现有标准 如果是基于公共安全考量 恐怕得面临拆除 如果是从老桥的历史价值来看 拆与不拆就面临了争议 比方说这一座 已经有78年历史的中正桥 它是台北市现存最古老的桥梁 借助工法用的是日治时期 川端桥的结构 这种传统的新建手法 在台北市其他桥体 已经找不到了 这也是周正桥被认为 具有历史价值的地方 周正桥在结构安全和文化 保存议题的争议中 最后经文化局审议 指定为历史建物桥板定案 确定不拆了 另盖新桥 未来中正桥将新旧并存 人和自行车走旧桥 车辆走新桥 今年80岁的陈东华 在中正桥下漫步 想起了童年 笑容满面 他说 记忆中的中正桥 和现在车水马龙 完全不同 当时的桥上 没有现代化车辆 全是人力车 爪道车 砍铁架 做系统砍铁架 有一部分是宁车 宁车是载久收 载一代吧 往事在脑海中一一浮现 老先生将老照片引印放大 一一细数穿端桥 新建时参与及视察的人员 最近来的顺序 顺序在做体房 很快四个月就把永和体房建好了 一叠资料中 有好几页是老先生自己写的诗 中正桥啊 你是不是在我梦里 约绕的川端桥呢 你变啊 变得我不认识你 你西边的那一片 绿油油的草地到哪里去了 时光倒流到七十多年前 当时中正桥称为川端桥 桥下是一片广阔的草地 这个地方有草坪 但是那边桥的上面就不是 那边就是石头 九桃坡啊 都九桃都是石头 我七八岁 八九岁的时候 在这里放流 以前小孩都在剃头 没在剃头 对老先生来说 川端桥是他的童年 他的青春 对文史工作者而言 川端桥是具有特色的重要地标 假如葬桥的时候 在早上的时候 就像一个烟雾蒙蒙 像一个挂一个鱼网一样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成为就是往性换业 川端桥以卯丁揭起桥面钢板 成为钢板桥梁 和现代以钢筋混泥土焊接的方式不同 古代的川端桥 日本的建筑 建筑的鱼牛就是我们这些青春这个 上面这个就是这样扩建的 它像两边拓宽 中间的是干净混泥土构造 然后有玉璃的桥梁 然后两边拓宽的有一些干构的 那事实上在中间这一段还是很好的 而拱形的桥墩古意盎然 乍看之下 上极了浮在水面上的回廊 让一旁为了拓宽而新增的桥墩相形失色 川端桥在民国26年昭和13年新建 全长304公尺 桥宽3.5公尺 历经三次的拓宽延长 并改名中正桥 桥宽成了24.5公尺 桥梁总长大约400公尺 人老了健康和体力都会走下坡 老桥也有类似的问题 中正桥是台北市公务局 维修管理最旧的桥梁 而且桥体由不同的年代共构而成 又如何维持深墙体健 考验者是否官员 我们耐震强度不足 第二个我们耐洪也不足 就是桥墩的桥基已经落落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防洪的标准也不够 在耐洪部分 两地防洪高度不足 缩拉台风带来大量的豪雨 水位快速升高危机安全 而耐震能力只有0.12G 小于规范至少要承受6级地震的0.288G 而跨境只有23公尺 比水立法至少要40公尺的规定还小得多 尊重林立更是阻碍水流 改建势在必行 新盖桥梁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部分 是要把文化活用 或者是什么 要用什么方式使得这个文化的遗迹 能够保存 我们现在正在考量之中 市府提出的改建方案将安全摆第一 而即便种种考量都以工艺为出发点 还是出现了反对声浪 如果你中阵桥拆掉的话 它也是没有一个老的桥 可以这么说 面对这个新的都市的结构 包括捷运等等 桥不应该只是我们过去传统 只是开车的 那如果说从人本的角度来看到 我有没有更多的替选方案 中阵桥反映的只是单一个案 台湾河川密布交通往来有赖跨河桥梁的衔接 所有的新旧桥梁必须定期的维护管理 台北市预定在民国105年前 完成18座桥梁的补墙作业 而施工人员现在正在进行 福林桥的检测 维修和耐震补墙等 先将桥蹲柱打锚 再进行钢板包护及灌浆作业 让桥蹲柱更能耐得住 强震和灾害 灌原浆之后再进行所谓的养护 然后就完成所谓的桥蹲柱的耐震补墙 钢板包护的作业 另外在桥下增设防落托架 都能提高耐震和防灾的能力 而不仅台北市必须要定期检视维修 其他县市和省道 也必须确保辖区内桥梁结构的稳定 所有的省道桥梁超过了20%的桥梁 我们都已经把它完成了所谓的补墙 或者是墙化的一个工作 悠悠的河水承载着许多人的回忆 而桥的演变从古至今被赋予更多的期待 在科技往前发展的同时 如何在安全考量下 兼顾历史文化艺术景观 凶险和保存价值成为所有老桥面临的问题 桥梁是串起陆地到对岸之间的通道 具有便利性 所以安全一定得经得起考验 中央大学桥梁中心 他们可以说是桥梁的算命师 但这可不是毫无科学根据 而是利用影像摄影技术结合科学运算 设计出镭射扫描系统 针对抗灾力较低 具有潜在风险的桥梁 可以推算出桥梁的命运货福 需要补强的 封桥的 就可以立即处理 提升桥梁安全 当年的中秋夜台湾不平静 新乐客台风带来豪雨 中部山区单日降雨量超过700毫米 大甲溪溪水暴涨 晚间七点左右 横跨大甲溪联系台中后里和风源的后峰大桥 第二桥墩被洪水冲断 北上桥面崩塌50公尺 由三辆汽车坠西 过一年八个月的工程时间 后峰大桥终于完全完工 而且可以完全通车了 201年6月底 新后峰大桥全面通车 南下六车道 及北上四车道 桥宽从原本的31公尺 增宽到41公尺 桥头还立起碑制 述说这段惨痛记忆 只是 这并不是台湾唯一的断桥事件 在我右手边的卓兰大桥 是花六亿元重新建造的 它的旧名是兰氏大桥 它在2006年的时候 因为墙风豪雨 溪水暴涨 所以桥身整个被兰腰冲断 从中间断裂 更早前 2000年8月27号 南部高坪大桥断裂 多辆行驶在桥灭的轿车 因此跌落 有30多位民众受伤 除了桥梁老旧 河川倒踩沙实严重 使得桥灯裸漏 也是断桥主要原因 这边踩沙以后 它对河道的变迁 有多大的影响 它已经跟它的河系 是有直接跟间接的关系 台湾桥梁公安意外频传 即便在高坪大桥断桥事件之后 监察院提出纠正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全面解决桥梁安全维护问题 台湾地处地震带 加上常有台风侵袭 桥梁结构专家认为 地震频传会影响桥的结构 还有台风侵袭 所带来的豪雨冲刷 侵蚀侵袭墩基桩 这种自然因素 对桥梁来说都是破坏 但是常常我们在看桥 有些地方有个征兆出现的时候 可能很快一年半以后我们再去看 它的保护层可能就是崩溶掉了 那另外一些这些自然之外的问题的话 就是超窄的问题 所谓的超窄也可以说是人为干扰 更是造成桥梁寿命减短的原因之一 不管怎么锁 把它扣在桥上代表的是爱情永恒 但是锁一多的话 桥的重量也会增加 让它变成为桥 被群旅当成见证爱情的桥梁 位在台中风源车站旁 是全世界第六座新锁桥 这座穿越铁道的人行路桥 现在因为安全考量即将拆除 因为法国的塞纳河就曾发生 锁的数量太多 桥身承受不住重量 使得护栏倒塌 针对抗灾力较低 具有潜在风险的桥梁 一定要用高科技加以补强 也做好品质管理 才能提升桥梁安全 中央大学桥梁中心 利用影像摄影技术 结合科学运算 设计出光达雷射扫描系统 透过这个数字模拟 我们就可以评估很多桥梁 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封桥 或是我们要怎么去改善 中央大学桥梁中心 也结合水文研究团队 进行电脑模拟推算 例如2009年 莫拉克风灾的双元大桥断桥事件 运算结果就是 河水严重掏空桥底基桩 和事实相符合 先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实验 这是让你产生一个 很强的一个水流 撞击到这个基桩震电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模式 让这个模式是目前 大概直接少数可以看到 目前我是认为是唯一的 可以看到这个泥沙被带起来的过程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透过桥梁中心的监测系统 不仅达到预警效果 还可以预测桥梁寿命 估算潜在威胁 简直像桥梁命理师 桥梁在土木工程中 兼具力学挑战 及美学要素的结构物 本身拥有完整的构造 结构安全设计不可马虎 外形设计的好 还会变成地标 随着时代演进 从木头独木桥 石器拱桥 到各式现代化桥梁 每一座都具有时代意义 现在这座桥 它的桥身 包括它的桥面 都是糯米混着石灰打造而成的 它是这句时期所建的 所以叫做糯米桥 新竹北埔老街附近的糯米桥 过去连接交通要道 即便早已斑驳不堪 但造型古仆至今屹立不遥 古人造桥 重安全与实用 但现代人造桥 运用各种新工法 也强调建筑艺术 从古到今 桥梁都是人类 克服自然障碍的表现 架桥逐鹿 是老祖宗的智慧结晶 而现代科技扮演的角色 则是透过桥梁科技 监测桥梁安全 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 不要再有人 因为断桥意外 造成人命的损伤 大家探索周报 每周与你一起 发掘新闻的事实 体现新闻的价值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